大家早安,我是Yoyo 今天現在時間是12點45分 我們有一點鐘的reservation在Pier 17 Pier 17我第一次來 然後我們今天是有預約那個 他們有一個cabin的屋子 然後就帶Patty來吃吃看 然後我們現在在的這邊是Wall Street的area 大家可以看這個很酷 他這邊有這個獅子的路 跟SOHO的一樣 我們今天來的是這個 他叫做The Green 之前原本想要訂那個weekend 但是weekend的時候大家需要50塊 就是non-refundable的fee 等於說就是要給他50塊 那我們就想說沒關係 我們就還是禮拜一來 然後就不用 還是一樣啦,5塊錢對不對 5 dollar 對 就這邊 好吧 那我們就走 來,跟著我的腳步 差一點走錯 OK 因為他叫做Rooftop 就是Rooftop的cabin 所以應該就是在頂樓 所以我們這棟樓應該... 你看那邊 The Green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不過沒關係 Hello Good,How are you? Good,How are you? Yes,at 1pm Putima won't be person Oh cool Oh cool Oh cool Sure You're gonna order Pay everything on your phone Put it in a cart And then you check out Cool Service walking in the corner OK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來,歡迎到我們的小的cabin 今天天氣還不錯 蠻熱的 所以在屋子裡面 其實有點蠻熱 這很酷 感覺很像是小小的家一樣 然後他有一些 可以放你的cloth 的handler 然後晚上應該很漂亮 就是 他這裡有燈嘛 然後他裡面就是這樣 小小的cabin 每個來的party 都一人有一間這樣 這裡最多 我看好像也可以做到 8到10個人吧 這裡應該可以 這樣子 而且這應該是蠻溫暖的 他有很多的heater 的感覺 然後這個應該是空氣清新機 然後剛剛他有說 這裡有call button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call 然後他們就會來 對 那他們這裡主要呢 就是這邊 他是用一個QR code的方式 然後所有的menu 你要付錢都在裡面 那他有跟chase合作 所以如果Petty的safire 或是chase 應該他有一些比較好的 好那我們就點兩樣 因為這裡是不便宜好 那我們就先這樣 然後點了之後呢 他就會上來 所以我都是contact free 就是不會跟你有碰觸 對 好那就先這樣子 來了太快了 對太快了 然後因為現在COVID的關係 所以他都沒有所謂的play 他都是給這種一次性的餐具 然後這也是一次性 這有點對 然後那這樣的話就 這家店真的可以算是超級超級的貴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這個 沙門Gracomoli 這個要18塊錢 然後這個lobster呢 要30塊錢 所以這個lobster的pasta 就其實是蠻 這樣感覺是蠻貴的 就在這邊 但重點還是要看好不好吃啊 如果很好吃 可能就很值得 對 然後就會推薦給大家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 就來 對 所以簡單的打開 好香喔 這個蠻香的 然後這個是 就是 沙門的Gracomoli 這邊 好 所以這個是沙門的 呃 Gracomoli 的Appetizer 就是前菜 所以應該是這樣吃 這邊 嗯 嗯 這個吃起來就很像是 生的沙門 很像是Sashimi Gracomoli 的感覺 蠻好吃的 還不錯 對 這個其實蠻特別的 這感覺 他還有加一些 應該是韭菜 在上面 就是Chive 這個沙門 然後跟Gracomoli 加在一起 好吃 然後我們還有點的是 這個 這個是 lobster pasta lobster也是蠻大的 然後他的pasta是 這種形狀的 就是小小的 他不是普通的 這個pasta 可能是細麵啊 像Alfredo啊 或是其他種類的 Carponara之類 不是 他吃這種麵 我也不知道這種麵叫什麼 但是就是pasta 然後 他這種是跟 就是tomato 然後還有一些 這裡可以看到一些 紅色的辣椒 還有這個 lobster一起下去做料理 然後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蠻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 有一個最大最大的缺點就是 這是什麼都很好 自己有自己的一個 就是 space 然後你講話 你不用擔心 別人會聽到或怎樣 就是他privacy 還不錯 對 只是真的太貴了 這邊這樣子一個 就要30塊 然後 還好我們今天 沒有 付那種要 先 就是要你要先put 50 dollar的depress 下去 我們只有5塊錢 所以其實說真的 還算是ok 但是我覺得 如果是weekend 大家來 50塊 除非你是很多人 如果你是一堆朋友來的話 50塊大概還好 就每個人分一分 應該ok 如果兩個人 就我跟patty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他這個space 每一間都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他並沒有說 有兩人的 或者是 四人的 六人的 八人的 他每一間 一模一樣 所以他其實是收 如果你是一堆朋友來的話 其實是ok 我覺得這個就也還不錯 因為他是lobster嘛 所以 感覺30塊好像 如果你是吃lobster的料理的話 可能也差不多這價錢 但是 就是 以 純粹吃lunch的話 不會太建議大家來這邊 只是純粹吃lunch 我覺得這裡 呃 如果是special occasion 比如說什麼 結婚紀念日啊 或什麼 來這邊我覺得是非常好 因為這裡你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左手邊 那邊就是 自由女生 然後再過去是brooklyn 然後這裡是Mahadden的downtown 就是有waltry center 就是一個很特別的location 而且他在roof top 所以他的那個elevation比較高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四處都看得很清楚 而且今天來的時候天氣很好 所以我覺得 it's very good 在這裡跟大家update一下 就是我覺得 這邊還有一個 剛剛有發現的一個點 是像現在啊 是大晴天 所以這個紐約天氣 所以目前應該是會轉向 越來越像春天 就會越來越熱 然後其實在這個 Glassbox裡面呢 冬天的話應該是 就是非常的暖和 如果有heater 或什麼的話我覺得ok 但像其實夏天 今天這樣大太陽 然後外面其實算是還 還ok 涼涼的 就有點風涼涼的 就你還是要穿到外套 但是你們在屋子裡面 因為他沒有風會進來 然後我們這樣就有點像是 在溫室裡面的感覺 所以其實是還是蠻熱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他可以 想一些方法 這可能是給他的一些建議 我覺得如果他上面有些shade 的話 你可以把它轉下來 它可以擋住一些太陽的話 我是覺得比較好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其中一個小的tips 想要分享給大家 然後我們剛剛就是吃了這個食物呢 我蠻喜歡他這個appetizer 就是他這個是 salmon的guacamole 對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這個lobster pasta 我覺得就還好 一般 對 然後我們待會就在附近 可能會走一走 然後秀給大家看 他整個很漂亮的這個景 我就來這裡就是看他的這個景 然後今天天氣算是真的很不錯 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 Stanton Island Ferry 就這樣一直來回來回 然後也很清楚的 可以看到自由女神 然後後面的話 待會應該也可以秀給大家看 應該有Brooklyn Bridge 然後Mayhallen Bridge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Williams Bridge 但今天天氣滿好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看得到 對 然後還有這個我剛才說的Downtown 就是這裡的Walletrait Center 對 好所以呢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來的 叫做The Green Rooftop Cabin 的小木屋 然後我們今天來這裡呢 我們是預約 就是禮拜一的一點 就想說這樣可以比較避開人潮 然後而且不用付50塊很貴的這個租金 就租這個木屋的租金 所以只要付5塊錢就OK 我覺得在這邊 他的主要賣點就是這個 這個view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後面就是有 Mahadden Bridge Brooklyn Bridge 對 Brooklyn Manhattan還有Williamsburg 就B&W 然後在我的正前方是自由女神 然後這裡是Mahadden的Downtown 而且這裡的食物呢 它的性價比非常低 就是吃的又還OK 但是呢價錢又很貴這樣 所以就吃的覺得瘦瘦 所以我們就點了兩個 還好沒有點太多就OK 然後 不過這個location來說是很好 如果可以給他10顆星 我會給他10顆星 我覺得這個location非常好 對 然後來也是蠻方便的 他就在這個旁邊就是FDR FDR的旁邊是Pier 17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簡單的跟大家介紹這個 The Greens 在Pier 17 The Greens Rooftop Cabin 我蠻推薦大家來 如果有special occasion 來這裡非常非常棒 我覺得不管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 或者是老公老婆 都會非常喜歡這個地方 那這支影片到這裡就要告一個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是Yoyo的話呢 就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那我是Yoyo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See you